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会对你好 也我少出点车 多些时间去陪你 我只要尽最大努力去做到 我跟你在一块也是看着你有情有义 觉得你可以做好 我们可以共同努力 虽然说在深圳来不起帮 可以在深圳周边 付个首付 三十十万绝对没问题 对吧 好 这样我心里很开心 谢谢 我们回去好好过 请两灯吧 两位请回吧 谢谢啊 来 请关门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网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爱奇一顿时视频 PPTV剧力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吧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这怎么了 看到底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立方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也在请转立方案 大家好 谢谢大家 我们的邀请 这个换柄 我们都在这里 我们下一个 不是 我对他们的 我们就你在这 fuel 那里 他们还要重置 我们可以 适当中文 谢谢大家 已经年轻嘛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晶云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 进入到晶云中央厨房 一起进入到 一倍诗爱情保险记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男朋友在一起七年了 我们一直在沈阳上学工作 现在要结婚了 他父母要求他 必须回南方老家发展 因为就他这么一个儿子 但是我在北方 已经待习惯了 我父母也不同意 让我去外地 现在他非得逼着我 跟他回老家 还要跟我闹分手 我该怎么办 在你想到解决办法之前 我先提醒你一点 这是一种远嫁的方式 但是如果选择了远嫁 你要想明白一点 你是否有能力 扎根异地 扎根它所在的城市 如果没有这种能力 那么就算你嫁得再近 想要回娘家都很难 但是如果你有这种能力的话 远嫁只是一张机票的距离 祝你们幸福